哈喽大家好我是欢欢 然后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经历 然后我的感情经历就是没有感情 所以这一期就在这里了 拜拜 然后最近娱乐圈也比较热闹 有人新婚眼儿 有人曲终人散 不过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依旧单身 我回顾了一下我二十多年的人生 我觉得我没有男朋友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仔细想了想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吧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众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 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丑 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 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出去兼职的话 就只能去当当家教 在路边发发传单之类的 但是我有一个摄友长得贼好看 他就可以去当车模 对就是那种车模级别的好看 所以对他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多 他就经常会说到一大碰话 然后拿回宿舍嘛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画 但是就是很羡慕人家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只有我 然后我说有就是人美心善 乐观开朗 然后我就丑人多作怪 性格就比较自闭嘛 我觉得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是性格比较自闭 也不是说不喜欢社交吧 就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会变得很局促 对 所以也可能 也可能是我学的这个专业的缘故嘛 学院就本来就没有很多男生吧 所以就我一直都没有遇见我喜欢的人 因为一直没有遇见喜欢我的人 因为这种状态一直没有被打破过 所以大学四年刷了一下 就就没了 我大学时代结束了 然后就迎来了我的相亲时代 虽然我妈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 是不是有男朋友不愿意告诉她 但是我很确定 很坦荡地告诉她并没有 然后我妈就问我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吗 我就说 肤白 貌美 大长腿 温柔 体贴 还有钱 然后我妈就说 哪里凉快 哪里去吧 但是 但是我在北京嘛 然后我妈给我介绍的都是我家那边的 所以就变成了 网络 一信亲 珍惜 这段缘 然后 到目前为止 就一共介绍了两个嘛 第一个就是 尬聊 就你姓名是什么 兴趣是什么 你在干什么 然后她应该也觉得很尴尬 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 然后就 我们俩就很有默契的 彼此就不再联络了 第一个就这么简单 然后 第二个的话 就是她话比较多 我就一直在回答她的问题 然后她问着问着 就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 我听介绍人说 你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 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 以上就是我所有的感情经历 单薄而苍白 不曾拥有 也不会念念不忘 这好像也不是什么 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对爱情还是 抱有 细许和热情的 但虽然我没有过男朋友 但是我对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原则 都是一样的 不主动 不将就 不挽留 如果我遇见了你 我会认真地对待这份关系 如果这份关系很难 持续下去 很难进行下去的话 我希望是一个两宽 各自欢喜 我最讨厌的就是 那种纠缠不清麻烦的事情 嗯 呃 没了吧 然后 最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 我不接受网恋 就 所以就不用担心 我哪天跟着某个逼着网友跑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 最后 就希望 大家都感情顺利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